不忠食八卓虾 可以试试炎焗螺丝虾 这样焗出来的螺丝虾 肉质紧致 高油香 完全吃不到虾的腥味 越吃越过瘾 好吃的第一步 要买到新鲜炸炸的螺丝虾 千万不要急 一个个选 虾头有黄黄的 有高 两斤不够吃就买一斤 这种虾头有高 虾肚没蛋 肉质就会紧致 这种肚皮比较深 适合生鱼蛋 肉质就会比较松散 不然马上吃就用清水养着它 小女儿不单单喜欢吃虾 还很喜欢喂虾 有虾膏就不要剪爆它的脚头 不然等一阵盐高时 虾膏就会爆出来 将吉嘴的虾窗 虾鉗 虾脚 虾酥 虾酥 撕撕 撕得英俊吃的时候就斯文很多 做盐焗虾 盐焗鸡 都要买这种粗海盐 未加点的天然日晒盐 想吃起来更香 加桂皮香叶八角 用中火将它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一包粗海盐 用大火不断炒三分钟 将盐炒到热热热 有少少微黄微焦的状态 这样再烤虾就会熟得快 用内高温的煲仔 提前才预热 如果盐的温度不够烤 虾就会很柴 粗盐温度很高 小心热到手 然后将炒热的粗盐放一半下去 落虾之前将虾表面的水分吸干 如果太濕会将盐溶化 这样虾就会太咸 将全部虾铺上去 另外一半的盐只会铺到虾上 这样罗豎虾上下受热均匀 焗出来也很香 用大火烤5分钟 看到 hair 烤热就 enfim 关火再加烤3分钟 如果盐都焖焖烫了 不但会稍微焖压味 而且不只可以留下次用 若豎 Bash 蒸开 每只罗豎虾都焖到金黄柄爆高 熬熬熬近 hasón睪想银 近 Frankie 能插入 remember 這樣做出來的鹽焗螺絲蝦比水煮好吃太多 射身肉質鮮甜又爽脆 一吃就停不住手 小女兒早已經逼不及待 焗過蝦的粗鹽就不要掉掉它 鹽炒鬆後餘溫會將水分蒸發走 鹽就沒那麼容易變質過期 留下一次做鹽焗蛋或者鹽焗海螺 我是笑咪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點過沾